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跟大家聊什麼呢 其實這個器材已經問世很久了 而且一直是大家很喜歡用的器材 那就是聰明濾杯 聰明濾杯其實是台灣人發明的 那其實在國外也非常非常多人喜歡使用聰明濾杯 那台灣反而是國外紅了以後 才紅回台灣的 算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器材 那學校今天要介紹的是玻璃版本的聰明濾杯 叫Grace 那玻璃版本聰明濾杯跟塑膠版本的聰明濾杯 它結構上面有點不同 所以喝起來的風味也是不同的 但今天的這個數據也適用在塑膠版本上面 但是學長還是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數據使用玻璃版本是最為好喝的 所以如果你還沒買過 你可以考慮買玻璃版本的 因為一來玻璃版本的 無論是在質感上面 或是在設計上面 其他的風味上面 學長都覺得是比較好的 玻璃版本的特殊性在哪裡 就是他的濾紙 可以看我們一樣 跟梯形濾紙折法是一樣的 好我們來打開來看 一樣呢 這邊有一個閥門 一按下去水就會往下流 一按下去水就會往下流 這部分跟一般的聰明濾杯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當你覺得時間夠的時候 可以把它放上去 它就會開始往下流了 這是不一樣的部分 但不一樣的部分在哪裡呢 我們把濾紙放進去 一般的塑膠版本的聰明濾杯 它是沒有 它有肋骨 所以它就有點像是傳統的梯形濾杯 它只是多一個阿門 但是玻璃版本的 是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我把濾紙放進去的時候 它會出現 你看到一個很顯著的一個結構上的差異 就是濾紙跟濾杯的杯壁 那是不會輔貼的 不會輔貼的 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會造成 它會自動的切換兩種不同的萃取模式 一個是濾泡模式 一個是浸泡模式 就當你的水很多的時候 會高過你的粉面的時候 它會變成浸泡 但是如果你水很小的時候 它會變成濾泡模式 所以會萃取出不同的味道 那也就是玻璃版本的聰明濾杯 最好喝的地方 好 我們待會就會利用這樣的 風味的特殊性 來進行沖煮的教學 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叫做三分之一給水法 護名思義呢 我們每一次給的是三分之一的水量 然後共三次 所以叫三分之一給水法 那使用的克數呢 我今天使用20克 那研磨度呢 是用小富士瓶刀的3.5 比我平常稍微再細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用小飛馬小飛鷹的話 大概在4.5左右 聰明濾杯呢 尤其是玻璃版本的建議大家 在剛開始的時候 一定要先溫杯 就是你要用足料的水 好 先給下去 所以溫杯的目的呢 並不是讓你的濾紙服貼 這個設計上面 你是絕對不可能服貼 它重點是什麼呢 是因為玻璃版本的聰明濾杯 它的吸熱的能力很強 所以剛開始呢 你用足料的熱水 讓你這個玻璃的壁呢 吸飽了水以後呢 待會就不會降 讓你的水溫降低 給一次水以後 可以摸到玻璃 變得有點溫溫熱熱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可以把水過掉 這樣子 然後把球迷杯放上去 可以看到水就流完了 然後可以看到 即使是我給過水以後 我的濾紙跟濾杯的杯壁 它還是沒有服貼 它中間有一個懸空的低帶 這懸空的低帶呢 就會做成待會兒特殊的效果 就是濾泡跟浸泡 自由轉換 好 所以可以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沖煮 先把你的下壺準備好 然後粉倒進去的時候呢 你也不用太緊張 不用拍粉 因為其實在聰明濾杯的世界裡面呢 悶蒸這件事情 本身變得沒有那麼的重要了 它的不像是像V60一樣 悶蒸那麼難 所以 為什麼叫聰明濾杯 就是因為如果你技術不好 或者說 你只是想要很輕鬆的話 它也可以很簡單的做到 先給粉 好 那你要不要拍粉呢 都可以 無所謂 需要習慣 會稍微把它拍拼一點點 好那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進行第一段給水 第一段給水呢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呢 稍微水小一點點 稍微水小一點點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正式開始了 好 我們使用的水溫呢 90度 然後呢 剛才第一段給水呢 下面沒有放下壺 不用緊張 因為它不會漏的 因為它是聰明濾杯 所以不要緊張 好嘿 我們時間按下去 那第一段呢 你可以跟一般悶蒸一樣 就 讓你的粉面都吃到水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用太緊張 給100cc 你就正常的給 想給要哪裡就給要哪裡 不用太緊張 好 然後你水不要太大就好 所以 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呢 你的風味的差異性會比較有意思 ok 好 好 100cc 然後呢 等待 等待呢 大約 就是你從沖煮完 然後 到整體的時間 那一分鐘的時候呢 進行第二段給水 就等於說 你不管你剛開始給的時間多少 反正第一段你就再等 等到一分鐘的時候 你再進行第二段給水 好現在就37秒了 然後第二段給水呢 你就可以用稍微 大一點點水沒有關係 因為它實際上 你在給水的過程中 第一段的時候呢 因為你水很小 它會把水都落在旁邊的溝槽裡面 所以是比較接近濾泡法的 喝起來口感會比較清爽 那第二段給水呢 它就會開始淹過粉塵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粉塵 基本上 是沒有被水淹過 我給100cc水那麼多 ok 第一分鐘過了 第二個100cc 好我們就可以用中水 好讓你的粉塵呢 開始有淹水的感覺 ok可以看 這一次我開始 給第二段給水的時候呢 可以發覺說 我的粉塵現在完全就被你的 就被水淹過去對不對 然後這一段呢 做出比較多的填感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是等一分鐘 等一分鐘 所以第一個 100cc是一分鐘 第二個100cc也是一分鐘 ok好 然後等一分鐘完以後呢 然後最後要給 還是100cc 但是100cc呢 最後這100cc呢 只要30秒的時間 就讓它落完了 結果就不會做出過多的巴底 就可以做出舒適的酸質甜感 但是不會有過多的巴底 好 還有15秒 可以看到 其實中間這一段的進化過程 其實大概一分鐘左右 但實際上它整體時間 也沒有超過我們一般充足的時間 好差不多了 好第三段給100cc 然後第三段給100cc呢 你就大方的給就好了 好100cc 然後粉塵你也看不到了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你就大方的給 好 100cc 然後呢 只要等30秒 所以等於說第一段 連給水加等待時間是一分鐘 第二段 連給水加等待時間也是一分鐘 那第三段 連給水加等待是30秒 ok 所以第三段時間很短 好完成了以後呢 就把我們的濾杯拿起來 好 放下去 可以看到我快速的 會把你的濾杯的水吸到下壺裡面來 好 好 那這個 往下的時間 大約也是要30秒鐘左右 最後大概也是 大概要30秒到40秒之間的時間 它才會水全部落在下壺裡面 但大家不用太緊張啦 大約整體時間大概是充3分鐘左右 但是呢 因為它本身不像是V20濾杯 或是吉他流速很快的濾杯 它有很強大的吸力 所以反而是用這種方法來充足 其實相對來說是很安全的 ok 然後提供充米濾杯呢 我覺得 它的 最 讓人覺得安心的地方 就是在我剛才繞圈圈啊 或者是讓粉塵吃水的技巧上面 其實基本上是很不需要技巧的 你反而只要記住剛剛學長跟你說這些數據 就3分之1 3分之1 1分鐘 1分鐘30秒 你只要把這些數據記好 你就算你給水 繞圈圈繞得七零八落啊 或是給水點位很不準 在充米濾杯世界裡面 這些都不是問題 所以這充米濾杯最迷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把數據記住 你只要給正確的水量 給正確的時間 你很不容易失敗 ok 好完成以後就把它拿起來 它也不會再低了 這充米濾杯很方便的地方 ok 看完了學長 示範了3分之1充足法以後 其實這個充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只要把你的給水分為 3分之1 3分之1 然後時間是1分鐘 1分鐘30秒 然後就可以完成 這個充米濾杯的充足 而且很好喝 但只是說在玻璃版本上面的 可能酸質 會更為明亮一點點 差一些些 無論是玻璃版本或是所有版本 都還是有剛剛上述所說這些好處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忙碌的上班族 或者是你覺得老四只給水 有點障礙 或者是你想要把這些給水的問題呢 推到一邊 你只想認真的思考 或是研究一下 這些變數帶來的風味差異的話呢 其實充米濾杯是一個非常好的系統 好 那我們今天的充米濾杯的咖啡充足攻略 就上到這裡囉 那如果你喜歡學長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學長的頻道 那有任何關於充米濾杯的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回答你喔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啦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